11月12日到17日,第15届中国航空航天博览会在珠海举行 这场航空航天盛会每天可吸引8万观众到场观看 不管在户外展区巨大的飞行器旁 还是在展馆内琳琅满目的展台中央 到处都是人从众 无论是凑热闹还是看门道 这里就是两年一次接触最先进科技的难得机会 那么大家都在关注什么呢 在本届航展中,记者发现,人人都在围观无人 非常开心,太棒了,好好看看 梁先生在广场上走了三圈 终于找到了九天无人机 这是他最关注的宝贝 他一定要拍到食物照片去给老同学们看 理工科出身的同学们对这款巨无霸无人机关注已久 它从飞机本体上来说有这么三个特征 第一个是宽速域 它是从200到700有这么一个宽速域的这么一个速度 另外它是航程很长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它的载重很大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能拉,快跑,飞得高的这么一个千里码 那么最后一个特征呢 可能也是目前大家觉得在这些航展经常说的这么一个 就是灵活配置的这个舱 这个呢也为我们未来飞机的使用 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的空间 九天灵活配置重型无人机被誉为无人航空母机 它的翼展达25米 最大起飞重量16吨 最大载重6吨 异构风潮任务舱的设计 让它可以进行任务舱的拆换 能够不断变换角色和功能 这也是它拥有大批军迷粉丝的一大原因 可以到后面看一下我们已经做好的其他的舱 这是一个典型的民用的这么一个任务舱 我们其实可以看看这个里面 这是一个由西北工业大学做的一个真实的这个舱 所有里面现在看到的设备都是真实的 那么这个舱可以快速的切换 换到后面的物流运输舱的时候 因为它的大载重呢 它有4吨的这个集装箱的能力 加上它的宽域 7000公里的航程 700公里的这个运输速度 像我们的南沙的这个距离 那我们从我们沿海到南沙 我们每天可以做到快速的往返 而在展馆内 另一台巨无霸同样高调显眼 一台机器就占据了半个展馆空间 科幻的造型 巨大的身形 这就是彩虹漆 而且是真机 目前大家看见的这个彩虹漆无人机呢 是我们的真机首次亮相珠海航展 那么这款无人机呢 目前是有三大特性 首先呢 它就是有一个高空的特性 它目前的声线是能到16000米 另外呢 第二个就是它有一个高速的特性 它的巡航速度目前在0.5马克 就相当于170米每秒这么一个速度 第三个呢 它就有一个高生存性这么一个特点 这个整个飞翼式布局呢 有助于减少雷达反射前面积 就让雷达不容易发现它 第三个呢 我们整个在这个涂层啊 材料方面也用了很多的 衍生的材料进去 然后从而提高它的战场生存性 据介绍 彩虹漆的外观设计 使它具备低可探测性能 可以在遍布防空雷达 导弹 生存环境恶劣的战场环境下 神出鬼没 在高对抗作战环境中 执行侦查 情报获取等人物 看过了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同样也有看点 中国电科展出的无人战车 像是一个白宝箱 一辆装甲车上搭载了无人机 小型无人车 机器狗等个型载荷 是边境巡防 城市反恐等场景下的 全能型选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我们有两个 共轴的无人机 这两无人机 主要作为一个 侦查的手段 它可以在驻车以后 然后它进行一个前出 后端的这边 有一个比较大的无人机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 寄流无人机 它上面既搭载了 可以光电的载荷 可以对周边的目标 进行一个发现 同时它搭载了通信的载荷 可以形成周围的 一个通信的覆盖 像这次航展上 大量出现的 我们的机器狼 机器狗 都可以和这个无人车 构成一个整个的一个体系 有了无人科技的帮忙 人只需要用两个简单的手柄 即刻遥控无人机外出侦查 远程作业 实时传递战场情况 我们的机器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的机器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